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会说死就死了呢 接到电话之后 梁女士迅速的赶往广州 梁女士的丈夫叫王富涛 今年38岁 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郭庄乡人 梁女士告诉记者 出事前四天 王富涛才到广州打工 当时还曾给妻子发过一条短信 梁女士将有两个孩子 丈夫王富涛一直都在想办法如何多赚些钱 对广州的这份工作也充满了希望 可好好的人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2009年6月27日 王富涛去世11天后 他的遗体在广州被火化 而在死因一栏里填的是猝死 由于未做尸检 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我现在是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战前横路 2009年6月15号晚上的7点18分 王富涛就是顺着这条路的方向 一直走到了这个井盖前 他面朝着马路 坐下 喝酒 醉倒 到最后猝死 我左手边的这个摄像头 忠实地记录下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这个摄像头由广州市公安局 立湾分局战前派出所负责 在监控后面一般还会有值班警察 梁女士在派出所看到了当天的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 王富涛从当晚7点18分进入画面后 一直坐在路边喝酒 后来就躺倒在地 晚上8点50分 距离王富涛来到这里 一个半小时后 一辆警车驶入了画面 广州市公安局战前派出所的民警 首先赶到了现场 很快 120的医生也来了 8点55分 两个警察将王富涛 拖到了沿街庭库的屋檐底下 8点57分 医生离开 几分钟后 警察也走了 凌晨0点38分 距离王富涛来这里 五个多小时后 一名男子上前 踢了踢王富涛 没有反应 2点31分 距离王富涛来这里 七个多小时后 一名身穿白衬衫的男子 靠近王富涛 好像拿走了他身上的东西 6月16号早上6点50分 距离王富涛来这里 11个多小时后 警车再次来到王富涛最卧的地点 随后 120救护车也赶来了 早上7点钟 王富涛的脸上被人盖了一张报纸 几分钟后 王富涛的遗体被运走 此时 距离王富涛来到这里 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 看完监控录像 王富涛的家人如同遭遇了晴天霹雳 他们不明白 一个活生生的人酒后躺在大街旁 医生和警察都来看过 怎么还会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掉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富涛的死亡 当天110的警察和120的医生都到过现场 按照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规定 接急诊的医生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抢救和收治极微重伤病源 那么医生为什么没有按照规定将王富涛带回医院进行治疗 测了体温呼吸脉搏 整个生命体征是正常的 然后人的神情的话给他做了一些压筐反射呀什么的 甚至眼睛都会中的 一般手脚都是会动的 但是就是不太说话 医院解释说 当时他们通过对王富涛进行的基本检查发现 他的生命体征是正常的 并不属于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规定的 极微重伤病源的范围 因此没有把王富涛带回医院治疗 在医院里我们见到了出事当天120出现场的记录 上面有当时出现场的邹石荣警官的签字 医院的领导告诉我们 按照广州市120急救中心的相关规定 这个签字表明他们将王富涛交给了警察 那么当时出警的邹警官为什么后来也走了呢 记者找到了邹警官所在的广州市立湾区站前派出所 然而警方并未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过王富涛的妻子认为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最久的人在最久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有威胁的 警方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 约束至酒醒 可是警察并没有这样做 而且当时他的身份证就在口袋里装着 上面写着详细的家庭住址 可警察也没有及时通知家属 他身上装了一部证件 他要先找一个人肯定容易找到 在几个小时都能找到的 你上网上 现在上网查询到 王富涛的妻子还说 在事发当天 警察不仅没有对丈夫进行救助 对在丈夫身上发生的盗窃事件也没有去管 从录像上我们看到 凌晨2点31分 也就是王富涛来到这里七个小时之后 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子从旁边的网吧里走了出来 突然白衬衫男子上前 在王富涛的身体右侧摸了一下 然后迅速将手揣回右侧裤带离开 如果真如梁女士所说 当时的值班人员确实发现了情况 那么警察为什么没有钱去查看呢 我们再次与广州市公安局联系 但是对方依然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 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看来目前是无法查清了 不过让我们疑惑的是 如果一个人意识恍惚的躺在了大街边 难道真的就没有人管了吗 我们想到了救助站 我们会帮忙给亲子 我们会在这个救人家里看 帮忙给亲子 救助站的这位负责人解释说 按照城市生活无浊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规定 如果警察将王富涛送到这里来 他们肯定是要对他进行观察的 但前提是他得自己来 或者是有人送他来 其实王富涛本来是有生的希望的 因为当时附近的广州市民 已经给110和120打去了求救电话 可医院说 他们只收治危急病人 而王富涛身体情况一切正常 自然不属于需要必须带回医院救治的范围 因此交给了警察处理 虽然法律有关于警察如何处理罪酒人员的规定 但因为连医生都说王富涛没事 警察便没有约束王富涛至酒醒 救助站说 他们可以收留观察王富涛 但前提是他得自己来 或者是有人送他来 而当时的王富涛是不可能自己跑到救助站去的 更遗憾的是 虽然他身上揣着身份证 但依然没有人和他的家人联系 就这样 王富涛在躺了12个小时后 他的生命悄悄地淹没在了繁华的广州街头 王富涛死了 但是留下了一大堆的悬念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警察 医院在处理王富涛的事情当中的表现 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解读这个事件 我们会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请导播帮我来接通一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老师的电话 王老师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家属就一直在质疑 当时喝醉的这个人 他就躺在大街上 那么警察是不是应该把他约束至酒醒 他醉酒妨碍他人社会秩序 有可能危及他人 甚至生命 或者他自己的安全生命的时候 我们应该强制约束他 如果没有这种威胁他人 或者自己生命安全这种情况 我们严格的讲 还不一定有法律依据要约束他 因为约束是对他人身的一种限制 他即使没有对他人构成威胁 一个罪汉就在那块躺着 他也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 我刚才不说了 可以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可以给120或者提局中心打电话 但是他不一定需要约束 好 这是关于约束的问题 家属提的第二个质疑 就是关于在监控录像上 在监控录像上看到了 有人曾经接近过这个人 值班人员如果看到监控录像 应不应该采取措施 如果说他真是上身身去翻他的东西 偷了东西走了 那么执法人员应该去 我们要知道 在监控状态下是两种监控设施 一种是叫监视 一种叫监控 监控是在24小时既有机器在那看着 也有人在后面监视着 如果说只有机器没有人监控的话 当然是采取不了措施的 好的 家属的第三个质疑 就是死者身上是带着身份证的 然后家属就说 他为什么能够找到身份证 然后他不试着联络一下家属呢 即使有了户口本 户口本上有他的联系地址吗 即使我查到他的身份证号码 照样找不到他家属 警方应该做一些事情是一个概念 警方没有做到的话 他有什么原因没做到 那就应该听听警方同时 他所面临的情况 好 谢谢王老师跟我们电话连线 谢谢 再见 再见 那么从行政法律的角度 又应该怎么来判断 这个事件当中 警方所扮演的角色呢 请导播帮我们来接通一下 中国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者马怀德教授 当警方发现一个罪悍 单独一人在晚上躺在大街上的时候 到底应不应该对他采取措施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约束至酒醒 这是警方对醉酒的人 在醉酒状态中一种义务 所以说家属提出这种质疑和要求 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刚才我们连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老师 王老师说约束是一个具有非常强制力的动作 所以对于一个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罪悍来说 到底要不要约束 其实不能一概而论 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我觉得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这种约束实际上它有个前提 叫保护性的措施约束 这个约束可以是强制的 也可以是柔性的 不让它产生危险 或者不让它对他人构成危险 这是约束的本意 那警方可不可以说 我已经跟120说了 让120带走可以吗 那不行 因为各自的职责不一样 120它也有急救危难急重病人的这种职责 但是当120在这个案件中 来了之后发现它的生命体征是平稳的 这种情况下 我想主要的不在于120了 应该是在于警方了 好的 第三个家属的疑问 就是死者身上是带着身份证的 我觉得这个疑问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警方如果发现这个人是醉酒的 而且神志不清的情况下 首先要采取约束性措施 保护性措施 直至于酒醒 如果酒醒了之后发现 比如他是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精神病人 已经不认得回家的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应该通过像这些证件等方式 及时跟他的家属和所在的联系 所以家属提到的是三个疑问 但是这三个疑问实质上 是在围绕着一个核心 就是警方是不是应该尽一些力量 来保证这个罪悍的人身安全 对 好的 谢谢马老师跟我们联系 谢谢 在这个事件当中 医院也进行了一些处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医院所采取的措施 请导播帮来接通一下北京大学医学部 卫生法学建议室的王岳教授 王老师您认为 医生对王富涛的检查和处置是否适当 我个人认为这个120的这种处置方式我觉得有欠妥当 其实我们知道最久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当时看上去按照120的描述 可能他的一些生理指标是正常的 但是由于最久的人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意识不清 对 那么一旦意识不清是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的 比如说最久的人最常见的就是呕吐 对 就有可能导致窒息 对他就会导致窒息 我个人认为应该120把它送到医院的急诊进行留官 但是王老师有新的问题出现 医院一定会有自己的牢骚 说如果我接到这个我全往医院拉 那一晚上我医院可能成不下 我也有这个实际困难 我觉得我们的应该说我们的卫生资源的数量是足够的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付费的问题 这是医院最头疼的问题 我想我们的政府在这个时候必须要为医院把这个经济上的这种顾虑把它打消掉 或者说医院其实你说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吗 不是 但是医院心里是有顾虑的 没错 好 谢谢王老师跟我们电话连线 谢谢 再见 类似的事件怎么能避免 我们应该通过这个事件看到其中存在的什么问题呢 请导播帮我们来接通一下社会学者来自上海大学的顾军教授 梅谷老师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一个河上挑水池 两个河上抬水池 三个河上没水池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几个方面好像都有责任 你去追究一下他们好像每一个主体都有那么一定点责任 但是你真的抓他这个责任好像又抓不到 好像就是公共管理出现了一个灰色底带 所以现在比较理想的呢 就我们在公共机构个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变通的领域 一个可以变通做些事情的主体 或者我们把它说的更准确一点 就是一些公益性的机构 他可以做些事情 没错 好的 谢谢 今天的节目我们不是要得结论 我们是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 从而引发更多的人来思考 在这个事件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假设下一次一个像王富涛一样躺在路边的人 是我们身边的亲人 是我们的朋友 那么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各个机构和组织 又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重新时间 接着说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